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历经图治 文治武功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皇之治 他开创了科举制度 给了平民百姓一个上升的通道 成为此后一千多年里 封建王朝选拔官吏最重要的方式 他发展经济 让国家拥有了几十年吃用不尽的粮食储备 种种耀眼的成就让人们不禁好奇 杨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有什么不同寻常的经历 为什么他能创造如此多的奇迹呢 厦门大学李京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中国史话随唐篇第一集 阳间崛起 从公元316年 匈奴兵攻入长安开始 我国历史又一次进入了分裂期 当时的北方有五湖十六国 合称北朝的北魏 东魏西魏北齐北周 南方则是东晋 合称南朝的宋齐梁臣 半壁江山轮流坐 你方唱罢我登场 想不想统一呢 肯定想啊 两边风烟四起 仗没少打 刀兵不息则日有伤亡 老百姓受不了啊 万民私治 统治者呢 北魏孝文帝 南朝梁武帝 北周周武帝 都一度有过成为天下共主的雄心 可惜他们都没能走到那一步 天下分九必合 到底谁能完成统一的使命呢 历史不断的选择淘汰 老百姓一次次失望又期待 直到隋文帝阳间一遭崛起 把这个历史重担承担了起来 那么为什么是阳间而不是别人呢 说他运气好 北周的末代皇帝是个孩子 而阳间正好是这个孩子的外祖父 所以他能轻而易举地登上地位 又因为运气好 贫臣的时候呢 对手昏庸 盲目自大 所以阳间同一南北 也没费多大事 这些也都不算错 可是历史有其偶然 更有其必然 如果仅凭运气 阳间不可能走远 他能以随带州赶天换地 又以北统南结束分裂 最合理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他三者兼具 天元地元人元 他一元都不缺 我们先说天时 什么是当时的天时呢 从大的层面上说 南北人为分界的时间太长 是时候结束了 怎么结束呢 两边都做过努力 南朝梁武帝时期 一度强大 自认为是传统礼乐文明的 当然的继承者 统一北方 名正言顺 可是一场猴警之乱 击碎了梁武帝的美梦 这以后 南方想要恢复实力 就没那么容易了 北朝呢 长期以来存在的民族矛盾 在经过北魏孝文帝 汉化改革之后 逐渐趋于缓和 中原大地上 无论政权如何变更 民族融合的趋势都没有间断 而一旦解决了民族矛盾 北朝就可以大显身手 统一南方 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 当时的天使就是 以汉文化为主导的 胡汉民族大融合 这是符合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的 具体到杨坚呢 他身上民族混合的元素很明显 杨家是汉族血统 鉴于史料记载的第一代祖先 叫杨炫 杨炫做了先辈人的官 从他的儿子杨元寿起 杨氏一族呢 居住在距离今天内蒙古 呼和浩特不远的一个叫做武川的军阵里 武川地处北魏的北部边境 为了对付草原民族柔然 北魏呢 在那一带构建边防 设了六个军阵 武川就是这六军阵之一 杨坚的父亲杨忠 长得高大威猛 一身毫无意 打仗很勇敢 他早年从武川镇出来 转战于各地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杨忠跟着上司独孤信 投奔了西魏的掌权人宇文泰 有一次陪宇文泰打猎 一只猛兽突然窜了出来 杨忠赤手空拳 他左斜其腰 右拔其舌 他左手前住猛兽的腰 右手拔掉猛兽的舌头 那手法三下五除二 比武松还厉害 这个猛兽有可能也是老虎 故事是唐人记载的 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叫李虎 所以唐人避他的名讳 管老虎叫做兽 宇文泰很赏识杨忠的勇武 所以以后逢功必傻 在投奔了西魏十几年后 凭借着赫赫战功 杨忠成为西魏的十二大将军之一 宇文泰还赐给他一个先卑信 普六儒 从杨忠变成普六儒忠 这让他这个汉人 在西魏政权里很有存在感 北周取代西魏后 杨忠继续朝着人生的巅峰进发 他后来敬畏 祝国大将军 大司空 封隋国公 所谓用尽全力拼搏 才是对人生最大的敬意 杨忠以军人起家 没有后台 他能功成名就 靠的是自己的奋力打拼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他身逢其始 西魏和北周 都是先辈人建立的政权 如果胡汉不相容 英雄问出身 只要是汉人 不管你功劳大不大 一律打压 甚至排斥在外 那么杨忠的历史就会改写 一句话 杨忠开挂的人生 是胡汉不断融合的 时代背景造就的 而杨坚后来能够崛起 也是因为顺应了这个天时 杨坚的杨性 据说就是号称 关西孔子的东汉杨镇的那个杨 也就是说呀 杨坚是杨镇的后代 出自民门望族 洪农阳市 这是不是真的呀 没有可靠依据 可是不真实又怎么样呢 在当时的情况下 这样的出身有助于杨坚迅速地走上政治前台 汉族民门出身 能够增强他对汉人的凝聚力 所以大的背景是胡汉之间的不断融合 而小个体杨坚身上 又正好具备顺应天时的民族混合元素 说他是胡汉文化大融合的产物都不为过 你看 汉族民门出身 这有利于他团结汉人 跟鲜卑人的关系渊源也很深 他是鲜卑化了的汉人 他的妻子独孤茄罗是鲜卑血统 杨家又建有军功 在朝中有声望 这样的人设不成功 谁成功啊 杨坚后来能在北周的众多的勋贵中 崛起 对北周的皇位有野心 而且能够将这种野心变成现实 就是因为他能被胡汉双方都接受 我们再来看地利 北朝一分为二 东边相继是东魏北齐 西边前后是西魏北周 西边的民族矛盾解决的比东边好 宇文泰在西魏实行辅兵制 这种兵制的鲜卑色彩很浓 但是他改变了胡人当兵 汉人种田的传统 允许汉人当兵 这就给鲜卑政权下地位很低的汉族农民 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 当然宇文泰和他的继承者这么做 为的是扩大兵源 可他客观上有好处呀 关隆地区胡是胡 汉是汉的民族意识 因此得以淡化 在西魏对东魏 北齐对北周的战争中 不管胡人汉人 他们都在同一条战壕里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 他们消除隔阂建立感情 所以西边的民族矛盾缓和得多 而这儿正是杨坚的发祥地 杨坚又是关隆贵族集团的成员 他的父亲杨忠和上司独孤信 都是从武川镇出来的 宇文泰也出自武川镇 杨忠和独孤信投奔宇文泰 这种考虑是基于地缘上的认同 都是老乡嘛 独孤信跟宇文泰还是发小 宇文泰实行的府兵制 最高一阶是八驻国 八驻国下面设十二大将军 这二十人是关中政权的核心 史学界称之为关隆贵族集团 这个集团结合胡汉 不分文武 出则为将 入则为下 既是军中统帅 又是朝廷要援 其地位之重要性可想而知 宇文泰自己就是八驻国之一 关隆贵族集团还直接孕育了 隋唐两朝的皇族和高层 隋的开国者杨坚 他的父亲杨忠是十二大将军之一 唐的建立者李渊 祖父李虎是八驻国之一 所以关隆贵族集团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团体 它直接影响了北周隋唐三朝的政局 杨坚很幸运 有父亲杨忠开路在先 从他一出生便是关隆贵族二代 好的父亲带来了好的联姻 而这在杨坚的崛起之路上 起到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联姻 助杨坚一臂之力 除此之外 他还有着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呢 在杨坚的崛起之路上 好联姻起了关键作用 第一次的好联姻 是他自己娶父亲的上司 独孤姓的女儿 独孤杰罗为妻 独孤姓是八驻国之一 他生了七个女儿 其中三个皇后 而且这三皇后 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朝代 这绝对是史上少见 独孤杰罗后来成了隋朝的开国皇后 她的大姐是北州明帝 宇文玉的皇后 四姐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炳 李炳我们不熟 可他跟四姐生了个儿子 不是一般人 儿子又生了个儿子 非同寻常 都谁呢 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 整个唐朝皇族 都是四姐的后代 所以独孤姓 仁宋美称 天下第一老丈人 这天下第一老丈人 成了自己的岳父 杨坚 这就算是跟北州皇室 沾上亲了 妻子独孤杰罗 性情坚毅 有主见 是杨坚走向成功 不可替代的 左膀右臂 这是第一次好联姻 第二次联姻 是北州五帝 宇文雍 跟杨坚接儿女亲家 宇文雍 让皇太子宇文雍 娶杨坚的女儿 杨丽华为妃 宇文雍继位后 杨坚就成了国长 宇文雍的接班人 周靖帝 不是杨丽华生的 但是杨丽华是正宫娘娘 他跟靖帝之间 有民分上的母子关系 因此呢 杨坚又是周靖帝的外祖父 这是双重的外戚身份呀 谁都不敢小看 好联姻使得杨坚 在关隆贵族二代中脱颖而出 这手上实实在在地握着 外戚这把好牌 他是想不高调都不行啊 好 我们再来看看 杨坚崛起的人和因素 按说呀 刚才我们说到的天时和地利 不是杨坚一个人的优势对吧 人北周皇帝也都具有的 他们是宇文太的后代嘛 那为什么笑到最后的是杨坚 而不是宇文氏呢 北周呀 前后五位皇帝 其中最有作为的 就是杨坚的亲家 周五帝宇文雍 五百七十七年 北周灭掉北齐 统一了中原 这就是在周五帝手上完成的 如果再往前走一步 实现南北一统的更大工业 不是没有可能啊 可是皇天不幼 周五帝三十六岁就死了 他的接班人周宣帝 也就是杨坚的女婿 极为顽劣出阁 宣帝是在五帝的棍棒下长大的 他对父亲的严厉管束 心存不满 终于熬出头来 自己当皇帝了 他便开始胡作非为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疯狂的释放 内心多年的压抑感 皇帝当了不到一年 他就宣布退位 当太上皇 让七岁的儿子继位 可是呢 又退而不休 权力依旧在手 杀功臣 杀朝中元老 把一些辈分高 有实力的宗室亲王 派到地方上去 谁惹他不高兴 暗倒就打 从公亲到妃嫔 无一例外 弄得内外恐怖 人人自危啊 对老百姓呢 周宣帝用重点 严施刑罚 他的目的就是要 老百姓怕自己 结果人心尽失 这就给杨坚实现 人和提供了可能啊 你做不好江山吗 官和民在你手下 过得都不如意吗 那你坐不稳 就换个人来做 而且这位周宣帝 寿命比父亲还要短 太上皇当了一年多 二十二岁 突然一病不起 死了 所以啊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同样是具有天时和地利 周五帝父子 寿命都不长 杨坚比他俩 更皆天元 周宣帝不得明心 杨坚比他更具人元 宣帝爆崩 小黄周禁帝 还没成人 所以需要有大臣辅证 可是宣帝临死前 失音 他说不出话来 没人知道 他想叫谁辅证 这样一来啊 负责起草遗诏的人 就可以做手脚了 当时是谁负责起草遗诏呢 刘坊和言之仪 这两个人都是御政大夫 行代言之责 相当于皇帝的秘书 刘坊是宣帝生前宠信的大臣 他跟另一位宠臣正义商量 某隐间辅证 就是啊 他俩想让杨坚辅证 天上就这样往下掉线饼了 这饼为什么这么巧 就掉在杨坚头上呢 周宣帝自毁长城 这朝中呀 但凡有点资历的 不是被他杀了 就是远在京城之外 没得选啊 杨坚是皇后的父亲 明位高在朝中有声望 他是辅政的最佳人选 当然这是说得出的理由啊 还有一条不便言明的 使刘坊和郑义两人有私心 他俩在宣帝朝备受宠信 现在宣帝死了 怎么保证从前的荣华富贵 一分不少呢 不得借着这个伪造遗诏的机会 替自己谋划谋划吗 所以呀 这位找来辅政的大臣 既要资格老 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反对 又要呢 跟自己关系不错 杨坚正好这两点都适合 他呢 在朝中 在朝中人缘好 跟正义又是当年太学读书时候的老同学 有同窗情义 还有一点更加重要 杨坚啊 为人平庸 没什么本事 这种人弄来辅政 对自己哪哪都有利 他好控制嘛 刘坊正义二人 如意算盘打得响啊 可是他们千算万算 还是歧视一招 怎么呢 杨坚的平庸 是装出来的 为了尽量避免北周皇帝 对自己天生帝王相的猜忌 杨坚长期以来小心翼翼 深自会逆 百般地掩饰自己 等到未来有一天 他不再需要藏着掖着的时候 刘坚二人就会看见 杨坚不是没本事 而是很有本事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呀 杨坚当然是胸怀大志的 表面的低调和隐忍 只是韬光养晦之侧 也许他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 但是周轩帝的突然离世 确实出乎他的预料 而流仿和正义的拉拢 更让杨坚疑心重重 那么面对这个突如其来 未知吉凶的天降馅兵 杨坚究竟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接还是不接呢 刘坚包括杨坚疑尽 说的是入宫市集 就是说呀 叫它进宫 侍奉生病的皇帝 杨坚一听很害怕 市集有什么可怕的 杨坚他怕的不是市集 他怕的是皇帝借市集为名 骗他进宫 杀了他 因为他知道 宣帝想杀自己 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这周宣帝 为什么想杀杨坚呢 这不是他岳父吗 刚才我提了一句 说杨坚天生地王相 是吧 这怎么回事呢 据说杨坚 为人龙颜 额上有五柱入顶 目光外设 有文在首 曰王 龙颜是什么颜 没人知道 头上有五柱入顶 说的是杨坚的额头上 有五根柱子 灌入头顶 真有人长成这样吗 我觉得不大可能 这属于呢 先射箭 后画靶子 杨坚后来真做皇帝了嘛 所以人们就说 他是真龙将士 这历史上哪个开国皇帝身上 没附会点传说呢 不过 我估计杨坚的长相 可能真有点与众不同 不是那种扔进人堆里 就找不到的大众脸 说他目光外设 就说呀 他眼神伶俐 看你一眼 叫你发出 自带帝王之威 这也是有可能的 秦王宇文献 曾经对周五帝说 朴六如间 相貌非常 臣美见之 不觉自失 你知道宇文献是谁吗 他是周五帝的亲弟弟 尊贵无比的皇亲啊 他竟然一见到阳间 就忘了自己是谁 可见阳间不光是目光外设 还可能通身霸气外露 有威慑力 周宣帝啊 对他这位岳丈 很是忌惮 他一方面不得不重用他 另外一方面 又怕他在朝中声望越来越高 将来不好驾驭 有一次 宣帝跟皇后杨丽华吵架 怒气冲冲地说 你等着 我一定灭你全族 然后召阳间进攻 同时吩咐左右兵士 说你们待会儿 死盯着朴六如间 如果他脸色有变 比如说流露出对我的不满 你们就立刻杀了他 不必等我命令 结果阳间来了 神态自若 脸上的表情 平静若水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宣帝只好心不甘 情不愿地把他放了 所以这一次奉照进攻 杨坚是满腹狐疑啊 他不知道周宣帝是真病了 还是假病 当然他更不知道周宣帝已经死了 进攻之后呢 迎面遇见一位名叫莱河的人 这位莱河是随朝一流的项面师 杨坚一把拉住他 问道 我此刻进攻 是吉是凶啊 莱河不是正好从宫里出来吗 没准他知道一点内情 所以他微笑着对杨坚说 功古法气色相应 天命已有附属 莱河从前是给杨坚算过命的 说他有帝王像 会当皇帝 现在他说了同样的话 您啊 古法气色相应 是帝王像 现在天命已经下来了 莱河这么一说 杨坚心下烧安 进得攻来 流访正义二人 道出所谋之事 杨坚一听 不行不行 这我不能接受 他为什么不接受呢 这事情太突然了 这不刚才还担心 自己被骗进攻吗 突然说叫他辅证 这事情太大了 他需要时间考虑啊 先推推看 不能马上接受 这流访一看 杨坚拒绝 急了 这阴谋杨坚不参与怎么行啊 他脱口而出 公若为素为之 不为仿字为也 你真不做 你不做我可要做了 旁边有一位名叫柳囚的说 实不可在 机不可失 今事已然 已早定大计 天语不取 反受其咎 如更千言 恐疑后悔 这句话 让杨坚心里一动 是啊 现在是自己 想拒绝 就能拒绝得了的吗 这流访等人的阴谋 已经对自己 和盘拖出了 自己已被卷入其中啊 这个时候 你想要置身事外 全身而退 是不可能的 柳囚说得对啊 天语不取 反受其咎 不如搏他一搏 于是杨坚点头了 一切照计划行事 就这样 周靖帝大象二年 公元五百八十年的五月 杨坚入宫辅政 这距离取代周靖帝 自己登基称帝 可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杨坚对帝位 是有想法的 并不是像史书上 记载的那样 完全是被动的 被人推着往前走 你看他 迅速地将政权 和军权一把抓 并且很快就控制了 内功 朝廷和金城 把刘坊正义二人 撇到边上去了 早些时候被周宣帝 派到京城外的 那几位有实力的宗室王爷 要妥善处理 以防日后生变 那怎么处理呢 杨坚携天子以令诸侯 照他们还金 集中起来 然后再以谋反的罪名 一个一个清除掉 更大的反对力量 来自地方上的将军 向州总管玉池炯 率先发兵 直扑长安 要匡扶周市 杨坚派出酒精沙场的老将 为孝宽 前去平派 玉池炯 兵败自尽 云州总管司马骁难 和益州总管王谦 起兵响应 玉池炯 但是很快 也都被平定了 司马骁难呢 最后投降了南边的陈朝 王谦兵败被杀 刀兵相间 也阻挡不了杨坚称帝的步伐 公元 公元五百八十一年农历二月 周靖帝被迫善位 阳坚称帝 改国号为随 北周灭亡 从周宣帝去世 到阳坚称帝 只有不足一年的时间 这一幕 也许从阳坚受伪赵辅赠 正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打天下需要人才 像杨坚这样用善让的方式 得江山的 同样需要人才的帮衬 那么 在杨坚的崛起之路上 都获得了哪些人的支持和帮衬 这些人又为什么会支持他呢 雄才伪劣的周五帝 是五百七十八年六月份去世的 到了五百八十一年二月 江山一族改姓 中间不到三年 如果周五帝寿命长一点 或者他的儿子周宣帝 别那么倒行逆施 历史就可能改写 然而 历史是没法假设的 宇文是人和尽师 坐不稳江山 那就让得人和 能坐稳的人来坐 杨坚就这样应运而生 他得人和呢 大概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元老支持 周宣帝暴崩 杨坚莫名其妙辅正 宗室亲王 备造进京 三总管叛乱 五百八十年的夏天 是风云变幻 杨坚要成功 没有关隆贵族集团的支持 是不行的 并州总管李牧 是关隆贵族集团的代表 杨坚拉拢他 派说客上门 又让李牧的儿子李魂 回并州去做父亲的工作 李牧 思之再三啊 最后决定 支持杨坚 他说 周德既衰 与智共兮 天时若此 无岂能为天 宇文是把江山治理的乱糟糟的 这样的政权 还有什么可留恋 可效忠的呢 天要王周 我岂能违背天意 李牧让儿子李魂返回长安 献给杨坚 一把运斗 和一条十三环金带 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李牧 在向杨坚 表明他的心迹 说我愿意支持您 希望您用手中的权威 运安天下 这天下大定就靠您了 十三环金带 是天子之物 我把它献给您 是希望您登上地位 李牧 是北周的开国元老呀 他能站在阳间这一边 后面跟过来的老臣 就越来越多了 大家都知道 北周气数已尽 使十五者为俊杰 这是杨坚得人和的第一个表现 第二 百姓拥戴 杨坚辅政后 很快就推出了一系列的 立官惠民之政 清俭科政 对百姓宽大为本 还有提倡节俭 从自身做起等等 杨坚笃信佛教 他十二三岁以前 一直生活在寺院里 五湖十六国以来 天下动乱 人民朝不保夕 信佛信道的人很多 周五帝尽佛尽道 民间是有怨言的 现在杨坚宣布 取消禁令 从前的僧侣道士 如果初心不改 允许回归佛道二门 还有一项举措 更加得人心 什么呢 恢复汉信 杨坚一直用的是 鲜卑信 普六如 对吧 现在他带头 改回汉信 这让他的汉族名义基础 更加扎实了 信是咱们祖先传下来的 现在能回归自家的信了 这谁不拥护呢 第三 帮手得力 杨坚从辅政 到自己称帝 前后不到十个月 这么短的时间里 他要争取元老的支持 要除掉宗室王爷 要平定三方叛乱 光凭他一个人 再怎么接天元交好运 再怎么得老天眷顾 没有帮手 他也孤掌难鸣吧 负责宫廷数位的卢奔 是杨坚的亲信 控制内宫和朝廷百官 卢奔起了大作用 才子李德林 本来是北齐人 周五帝灭掉北齐后 把他接到长安 对他说 您的归顺 是我平齐最大的收获 看得重吧 可这样的人才 留给周宣帝 他不用 让杨坚捡了个大便宜 杨坚一辅正 就恭恭敬敬地 把李德林请了出来 原因很简单 我需要您 您的辅助对我很重要 所谓侍卫知己者死啊 李德林有了用武之地 自然对杨坚尽心尽力 平定三方叛乱时 李德林发挥了 主心骨的作用 有他在 杨坚振脚不乱 还有一位得力的帮手 高炯 既能闻又能武 当杨坚在政治命运关口 犹豫不决的时候 高炯坚定地对他说 我跟定您了 如果大事不成 我灭族也在所不惜 关键时候这种话 太给力了 三方叛乱中 力量最大的 御齿炯 能够很快被平定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杨坚派出了天下第一名将 韦孝宽 和天下第一谋士 高炯 这样的黄金搭档 不获胜才怪呢 得天下者 必先得天下人之心 因为有元老支持 百姓拥戴 又因为帮手得力 杨坚才能抓住流仿 正义二人给的机会 迅速崛起 以随代舟 并且很快就将随朝 带进了开皇制式 有了治世的家底 接下来就该考虑 统一南北的问题了吧 那么杨坚会怎么做呢 请看下集 江山一统 江山一统